天清氣朗,風和日麗 真是想這個假期永遠永遠放下去 但是我有點掛著同學一起小職 一起上課,還有老師 終於不用隔著過門問問題 同學仔,還未起床嗎? 8點明明,我遲到了 嘩,起床了,要上課了,要遲到了 弟弟,回來,你去哪裡 今天4月19日,教師發展日 明月4月20日才上課 你為何穿著校服來睡覺? 你看看衣服,炒了 我?我怕我起不起來 不用怕,教好鬧鐘 早一晚叫媽媽把衣服好 早點睡,其實服課又有甚麼好怕 我?我不是怕撿漏東西 是不是怕同學會忘記你呢? 怕自己適應不到? 放心,你問我,我還很期待 接下來學校會有情緒支援活動 我看了學校的YouTube頻道 上年的情緒支援活動很好玩 就算你真的適應不到 你也可以找學校姑娘 你看她怎樣說 各位姓文德的同學,你們好 我們即將開始上學了 我們都很期待各位回來校園 跟我們多些分享 聊聊天 一起玩一些小遊戲 但如果有些同學 回來學校之後 持續出現失眠 胃口不好 或者焦慮緊張的情緒 我們都鼓勵你們 可以找我們社工同事 一起聊聊天 想想方法 幫大家盡早適應我們的校園生活 我們在社工室等你們回來 各位姓文德的同學 超校長和全體的老師 等了你們好久了 不如一起回來 和我們感受一下 不一樣的第三學段 好期待我看到你們了